好我們看一下這個HONDA FIT 它這個手把的這個眼鏡盒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裝的 因為就是蠻實用的 然後你一般的話是這種手把 那它這個眼鏡盒 你就是上那個蝦皮去買就可以了 然後就把它旁邊兩個卡榫拆掉 這都要安裝好 你們去蝦皮去找就可以了 然後我這一個它是有這個HONDA的 它這一個LOGO 它因為現在是這樣有反光 它其實是一個像銀色 銀灰色的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質感還蠻好的 然後這個太陽眼鏡就可以 就可以這樣放進去 它這個打開的話 就是它裡面是一個海綿墊 所以它有一個保護 軟軟的 不過它這個容量比較小 所以你的那個太陽眼鏡 我建議是不要太大的 像我這個已經有一點緊繃了 我這個有一點算大 我建議你買那個鏡片小一點 那買鏡片小一點的話 你這樣子把它放進去的話 它就大概是可以的 那你如果發現它不平整 你就是要自己再去調一下位置 因為我這個太陽眼鏡其實是比較大的 所以你看我其實這邊沒有關好 所以我建議你選小一點的 不過還是可以啦 所以大概是這樣 所以就是說 我是建議像這個車內的一些小東西 你就不用再拿一個眼鏡盒了 就直接裝在這個手把 好那今天這一集就到這囉 希望會對你會有幫助 我營 tierra了 你不停了 他現在是可以這機子 分手